我這個透露一點 我不知是阿展的 這些商業秘密 就是 阿立 就是以前你的Pitch 是不是有你的樣子 我自己沒有做到 我自己留給別人做 我不介意 OK 我是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退圈 Table4G 大家好 我是Danny Wannerman 大家好 我是Jeff 陳浩然 今天來到這個 Park Royal Collection 在裡面有一個很棒的咖啡館 是的 叫Lemon Tree Cafe 沒錯 今天我們會訪問一個朋友 重要了 這個嘉賓真是 我們自己很期待 跟他見面 但最特別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見面 也是見不到全面 對 什麼叫見不到全面 大家都好奇是怎樣 會否今天 會否穿他的口罩給大家看 是誰 第一次訪問一個人戴口罩 沒有禮貌的 平時說話都要看著眼睛 也要看著嘴 你一次不知道要看哪裏 沒有 沒有 沒有神秘 很神秘 很神秘 我做了這麼多年 二樂院第一次訪問一個 沒有見真面目 但有這麼多人認識他 同大面 我們Table4G 歡迎 Ali Hello 因為平時一般上 我們都有一個名字 例如我們媒體 五海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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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員 如果給你自己一個Title 你會是給你 Sanman 哈哈哈哈 這個職業好做 原來就是Sanman 有得做 OK 我們今天一層一層 揭開Ali的面衫 第一個面衫是 原來他真的有一份工作 那你的工作也很有空 說我 哈哈哈哈 你有正當職業 但你有時間去做網上的工作 是啊 那麼短的嘛 我寫一些東西 有的 有的 所以你的正職是有一個 全職 九到五的工作 是一個全職 不過我的時間是比較flexible 你有一個全職工作 由他開始寫東西 一開始是當作玩的 其實有一個興趣 因為那個Pitch是我開了很久了 應該有十年吧 以前我都會寫一些東西 但以前寫的風格是比較格的 有很多的自探 很正能量 還要和文章沒有什麼關係 自拍照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我不想 人家知道太多愛typesy的東西 所以我就開那個Pitch 分開 兩個拿來分開 但什麼時候開始 你開始轉型的嘛 原本是寫一些比較文采彩的東西 然後慢慢開始變成 好像你現在的風格 什麼時候開始 或者哪個Post 令你覺得 在網上走這個路線 其實一開始我會走這個路線 不是因為說我真的要 建立那個Page 或者是什麼 那時候是因為 我有一位親人 那時候他病了 他很嚴重那段時間 只能睡著 他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手機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覺得我想寫一些令他開心的東西 會令他笑 所以我就開始寫 所以我盡量寫到很短 是因為你越短他的方才會大 因為那時候他的視力不是很好 每一天都寫一段 會令他覺得看完可以笑一下 他會輕鬆一些 我那位親人現在已經過世了 但是那時候我就想著要不要繼續寫呢 我就想可能都有第二位這樣情況的人 可能他現在是在struggle 他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他看我的東西 他會輕鬆他會笑 這樣我就繼續寫 以前你的Page 是不是有你的樣子嗎 以前是有的 那就可以找到的 真的可以找到的 有Digital Footprint 你會越好奇 你會越好奇 對呀 又會再分開你的歷史 但何時開始就想著 我都是不想讓人看見我的樣子 然後就轉換那張中學的照片 然後就越寫越多了 由我開始覺得 未硬幫收套其實是很浪費時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見名的 有一個特別的idea 就是不用真面目見人 就写大胆点 然后粉丝就开始认识 会不会是这样的 也有的 比较不怕被人尋仇 身边的朋友有多少个知道你是Ali的身份 身边的朋友其实都知道 可能有8 out of 10 有两个平时没有什么联络 但她不知道 但她没有出过来 这个就是这个 我觉得知名度越高 朋友越好奇 主要是因为我朋友不多 我比较少朋友 所以她一出过来我就知道 很容易抓 你会否介意如果有个朋友 跟你拍照正常 你都不介意 那她真的拿出来呢? 那你怎样 那当然是介意 如果真的拿出来的流量 我自己没有做到 我自己流量被人做 我不介意的 我是第一次访问嘉宾 真的有食物 但是嘉宾不能吃 水都没喝 我们就带着大家 吃东西先 你刚刚宣布了 你加入了一间公司 才合作 那你会否因为这样做多了 都会接多些东西 等等的东西 不会的 其实因为现在我和我合作的 我做比较多是幕后的东西 是content的东西 是我原本就喜欢做的东西 会否考虑增加多些保光旅行 录广告 录音 唱歌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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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要 我会尽量不出席 需要我到现场 你永远保持自己在网上 是 因为我是分得很开 现实的我是另一个我 然后在网上的我 对我来说 我是开工的时候的我 你是没有明星梦的 我才问你 没有 你比我平平 舒舒服服的 喜欢写的东西 是Batman 平时他是 电剧就是这样 他在网上 他就是Batman 他有两个identity 有没有 有人说他 他为何要拉戏 他说 简单来说 他觉得人与人之间 是timing不正 然后我觉得 这个女人很老 不是 是智慧 是智慧 真的 这么厉害 真的 所以我觉得 那一刻我真的这样 但你怎样看 那些孙文 你会觉得 一定会存在 没有人会满足所有人 正常 因为你要接受 别人不喜欢你 当然会有人不喜欢你 不喜欢你的那些人 也不需要去讨好他们 也不需要 改变成为他们 喜欢的样子 也不需要 除非是 写到家人 我会觉得最好 不要说到家人 和不及街人 我从来没有用我的家人 或者我的小朋友 出镜 或者叫他们出来 所以当一个 你们未见过的一个角色 你们都会对他有恶意 我觉得 那是为了冒犯而冒犯 我必要 我听你这样说 你为什么觉得你得罪人 还是你觉得 没有得罪你 是你不喜欢我 是你怎么看的 但我不觉得 我做的事是错的 只不过有时候 我会觉得 我可能会得罪人 是因为 不代表我说错 可能是因为我说错 有时候你说错的事 都会得罪人 那有没有很疯狂的人 去攻击你 是Reach 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留言 而是 是DM你 是DM你 他们是不会 和我正面冲突的 哦 他们会在别人的post 他们会Q我 例如是 有一个很漂亮的KOL的新闻 他们会特意去做捧杀这件事 漂亮吗 都没有我女神阿Li那么漂亮 我女神是阿Li全宇宙第一漂亮的 讽刺讽刺 是做这些东西来令 对其他人的粉丝不满 或者是去拜那些路人员的好感 这些东西经常会发生 但你有没有害怕过 还是你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的 他们又不认识我 不入去 你做这么多Connect 其实你想好很多很多东西 有没有试过一次 有没有试过一次 可能真的想不到 你都不想着急 你会否离开一下 或者先停止了 都会的 我任何时候 其实都是想着Content 我的Content 其实是很生活化的 是生活里面的东西 我去茶室 坐下吃个云吞面 听一下Uncle脆水 都是一个Content 我正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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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生活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可以想象 和做内容的东西 但我做Content 我也是有我自己的原则 如果有些素人 是为了想红 所以他做那样做那样 那些我会拿他来做Content 他想红 我帮他帮他 例如MacD熟分 那些是CCTV拍到 不是他自己想要这个热度 像这些素人 我是不会做他们的Content 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我看到有很多Mimi page 他们会做这个 旧销感低于禁 但好像这些我也是不会做 因为我相信你写了那么多 你的产量 那些所谓的流量一定会高低的 嗯 会影响你心情吗 所以不会 看得很开 我很认同一件事 就是Mac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是那些engagement reach 这些东西 所以Mac多还是少 对我来说 我不会太过去看 如果有一天 突然你的流量跌到很低 那你会怎样 ok 对我来说 因为这些东西 是一个trend 明白 他们现在喜欢看这些东西 不代表他以后都喜欢看 其实我给自己做了这个心理准备 我随时准备好 有一天流量不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 即是准备退圈 是 如果很轻松地可以赚多一点 透过你这样的方法 你会不会想要追 有没有想过要追多一点钱 不会 我的生活是很简单 我没有什么欲望 我不会喜欢一定要买些很luxury的东西 或者什么 我会很简单 吃云吞 鸡饭 雞饭 雜菜饭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追得到很多数字 会多得去什么地步 对于我来说 都是过眼云烟 这些东西 你看他自己本身对自己的identity 的经营 我就说到另外一个 就是接夜pay 你会不会说 如果找我做夜pay 他不可以介入太多你的内容 有没有这样的内容 会 我会尊重客户 我会问他们 你们不愿意这段片里有什么 你才会告诉我 我便会避开 例如有些说 不可以有粗口 那我就不要做有粗口的内容 至于创意方面 我要怎样做 我会比较prefer我自己控制 因为我也有试过 有试过说 那个client他会 要求他多事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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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跟你说 几分几秒的 哪个字的方法 你要换什么颜色 到这个地步 我就会 穿河 但你会怎么处理 你都不接了 还是你 我退回前 我真的试过 是的 因为我觉得太过 我直接问他 其实你们是公司 是不是需要找一个人 来帮你用software 是的 你是需要一个content 你需要创意 还是你需要一个用software的人 如果是用software的话 不需要是我 刚刚宣布了你接下来 会找大量的合作 一些content creator 这是一个怎样的project 你自己想 有些什么呢 有些私心 既然我有个编剧梦 我又喜欢做content 其实我不是一个表演型的人 为什么我不要做幕前 都是因为这样 就像你有一种很漂亮的食材 但我不懂得煮 放在我手上其实很浪费 不如就交给他一些比较适合的人 其实我觉得不要浪费 如果我硬要自己拍的话 有时候其实会拒绝整个东西 你是怎么合作呢 就是他来 我会看那个人 因为首先我会看他适合些什么 有些人其实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笑的 嗯 他们是不知道 其实他有一种天生的一个形象 他不需要做些什么 他搓着你 有时候觉得他好笑的 有些人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然后他又硬要唱歌 可能他又不适合 有时候我们会去分析 给他知道 你可能比较适合走什么路线 然后我会在这方面 给他一些content 去实践出来 但你怎么选择 第一我一定会选择有野心 他会勇敢去表达 对了我就是想要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想帮你做content 要不要 要不要 你知道我们很辛苦 做得很辛苦 所以他本身就一定有一种 我是想要得到一些脑袋 或者想要成功这种东西 是 其实跟他聊天很有趣 我觉得他是很multi dimension 我觉得有另一种想法 对 是的 私底下的他应该也是另外一个人 有点迷迷迷 不是 比你想象中更神奇 是的 他有一个想向人开心的心 所以他朋友会很开心 因为他有很多素材 下次你先喝茶 是的 我也很开心 今天可以跟Ali聊天 非常感谢Ali 今天来到我们Table for Tree 也是最多食物的一次 没关系 我都可以打包快一些 对 给你打包 OK 谢谢Ali 谢谢